就在台北反核活动接力登场的时候 总统马英九今天到桃园参观汽车工厂 并且穿上工作服和员工把钢筋 针对有员工质疑这个政府空转内耗 马总统反批在野党 为了强度核四公投特别条例进步二读 占领主席台 导致立法院无法开会 就是让政府空转的最大问题 穿上工作服 总统马英九到桃园中立参观汽车工厂 主要听简报也亲自为生产线上一部蓝色轿车 锁上副驾驶座的车门 马总统也趁机说明了安服务贸易协议的优势 希望能获得在场员工的认同 与员工座谈时有员工提到 政府空转内耗等问题 马总统话风一转 痛批民进党团为了强度核四公投特别条例 进步二读 占领主席台 并扬言瘫痪立法院院会 昨天民进党提出核四公投特别条例 要进步二读 就是要超越委员会直接进入二读 这个国民党认为说 这个案子大家还有很多的意见 如果不经过委员会的审查 不符合程序正义 原来服务在立法院 就是因为程序正义而引起学生的抗争 结果主席台又被占领了 昨天又空转 这个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 面对核四争议与在义党要求 停建核四的诉求 马总统人传达公投门槛不降 全民公投的立场 记者桃园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